然后再来就是看那个减和它的条件 它的那个适用条件的减和 基本上老实说算是都是有符合 就是有符合独立且随机且独立 然后有常态性 然后也是它这个残差就比较清楚一点 有分得出六组 反正是家交跟的好处是比较有区分出来 那么它都是算是有同似性 那主要要给各位看的是 它的那个多重比较 如果说多了一个交互作用 如果今天交互作用是有显著的话 那我们就要谨慎的去看 它的那个多重比较 或是事后比较 那这里的话我就等一下也会给你们看 透过那个制作那个anova表来去检查 在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 电子书的13.25这个图 这个是它如果有交互作用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组合 因为它是那个两个毒变相 然后一组其中有三种药物 然后两个治疗 对不对 好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说 先把这个拉出来 那这个是有六种的组合 那其中一种要跟另外的 经过排列组合 就是它是有C6取2 是有几种组合 你们可以这样子算一下 所以它这是为什么 它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交互多重比较的 接着你们可以马上做anova的表 就是来去看它的多重比较 为什么有这么的多 跟那个排列组合有关系 那不过它这边这个线性回归版 它只有秀出最点 就是说它是只有秀出的是 就是它其实把这前面 这两个状况的 这个回归系数的估计 它给它分别做 因为这就是二乘一 所以它这边才两个 好那你们可以把接着 因为刚刚前面你们已经有做这个anova对不对 其实你们可以在这边 就是说把这个组成分 从这个model这边 把交互作用给加回去 就可以得到这个 它预设的话是会有交互作用 这就是anova的这个模组 它预设是会放交互作用 但是你要加回去的话就是 就是说从这里你可以去再重新选 我这边的话你们就可以从posterhawk posterhawk这里呢也是一样 posterhawktest你也要手动 posterhawk它反而是比较奇怪一点 它的设计是有交互作用它不会先放 你要去指定进去它才会放 那同样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它这边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它这边比较没有办法 它这个它这里没有一个可以跟那个回归 就是那个线性回归版的那个model coefficient 那边是有可以对照的地方 因为那个model coefficient它是 那个两个它是比较的是 它这边比较是 其实你们看前面是drug 后面是那个有没有接受治疗 那但是在这个多重比较这边 它这里就没有 它这边其实是拿某一个drug跟某一个 有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搭配 然后跟另外一个药物 与有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做相比 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 就必须如果说你要做这种 比较细致的量量比较 你在这里的话你就得要用那个anova的模组才能去做 这边这个图画出来是有点意思 画出来这个图本来是这里增加了 就是说有交互作用加进去 本来是它这个跟刚刚前面的图有点不大一样 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 好 ok 那这里为什么这个我们 我等一下 我们之后会再谈到 好 那你们这个anova 你们可以 我是建议你们是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抱点 一个是也是一样做 没有交互作用的 另外一个做有交互作用的 这样子说明上会比较好 也可以方便人去比较说 跟前面线性模型版的那个差异在哪里 ok 好 也可以给你们 也可以给你们那个五分钟 来那个整理一下 然后这边说有需要那个上厕所的话 也可以也可以那个去上一下厕所 然后最后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最后一个那个 共变数分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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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